香港的樓市經濟特別精彩 真是變化萬千 剛剛賣得很精彩 趙國文在說 樓底價樓底價 突然扔兩個出來 撻訂 還要三房 真是大件事 所以 大家看到 賣賣賣賣賣賣好像很興奮 但是接下來 如果買家 就馬上輸5%,就不要了 對市場的打擊多大 如果我們看到樓市好時 什麼時候見過大佬 誰撻訂呀 搶買嗎 搶都搶不到 賣醜 那時候被選黑社會是排隊 我跟你說 這些就是現在現實上香港真真正正的樓市的情況 所以你真的要理解一下 整個市況是怎樣 整個經濟是怎樣 真的很重要 詳實與港鐵合作的是黃竹坑 港島南岸 第三期Bull Close 3B 升了兩單 還要是 1600多萬啊 大哥 真是輸到暈啊 真是輸到暈啊 5% 神經病 分別是第2B座 10樓E室 以及2B座的10樓H室 同樣都是三房戶來的 大單位來的 大哥 八百十三尺和七百四十六方尺 那麼 呂禮君打得太遲了 人們幾個聲音就打了5%打了 4月6日首輪以1689.5萬 1648.1萬 賣出的 記著 首輪是最便宜的 不是第2輪 第2輪加價 首輪就打了 瘋了 因為看到那個交易沒有盡錢 所以沒有盡錢就打了 過了時間 沒有盡錢就打了 因為用5%做訂金 即是殺了84萬和82萬 人工167萬 就會不見了167萬 詳實 那群伙企呀 那天去那堆呀 一大堆去了 都肯定不用啦 160多萬一個月 真是神經病 殺了兩個單位 真是真是神經病 當然啦 賣得出去才是原價 不然就輸了 什麼樣子 賣得快是好世界呀老闆 懂得探得好呀 不用後面那麼慘 因為你那麼短時間追不到你還沒掃 賣得快就算了 不過這次賣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呢 一般是小單位賣的 那就是 為什麼賣呢 之前說過 我們兩個兩個口子 傻呀傻呀 只有二十多歲以為可以 原來回去算算算算不上 上會上不到 你搞這些三房 單位 你不是吧 起碼都是家人住 那就是 很聰明 神經病 加齊去計算,還有,因為計算數 簡單買下樓,不是普通人 表示不是年輕男女,很衝動地買的 是家人,聊過度過,很厲害 負責供樓那些,那對男女夫婦很蠢 很高收入的,隨便賣到 去到十樓樹,真是模糊的 記住,那時候說了 有些人說,十幾個記住啊 馬上是你一個的 你買到為止,跟你什麼 燕燕酒酒汽水,賣鬼了,尿兜和你拿過來 喜歡你買就行了,你落訂就行了 脆强壯 不過早後悔都好一點,真的沒有那麼傷 每天天想著,當人不去就最好 多後悔,去那裡,八十多萬 那是神經病,八十萬 你到處找下,100萬 買你鞋底乾淨都行,真的沒問題 但是 但是有一個問題我是不明白的 你想想想想想不想看到人們 當然不想 阿誠哥你不要弄壞了 你想想例如跟美聯и 中元那些談了很久 快快追隨 不要聽說新聞彈出來 你立即找人接下去 然後我們公布的時候 所以他會沒有公布的 到處工作 有關不停的 新聞 fell 三� breakfast 全香港的466萬市貨幣 乾了 是啊 5% 你就買到了 乾了這批人 死不死呀 慘到暈了 這個故事 如果我扔出來 我都沒有人接 那就整個乾了 對不對 又或者 賣家跟地產公司說 我可不可以虧少一點 找個人給我撐住 諸如此類的東西 總之什麼方法肯定用過了 不行 詳實肯定快點 找找另一個買家來撐住 沒有人 對不對 都沒有人肯 那就死了 你想想 詳實已經吸乾了所有這些人 吸乾了 那就正了 這個新世界怎麼搞 第四期他領頭的 他要套現的 大約600多億的 短債 我之前說了 藝新樓的起碼要撐住200多億 可惡 買不到 沒錢 你想想 一萬八千多元 二萬多元一呎 全部已經死了 沒有了 乾了 怎麼搞呢 你想想 二萬多元一呎 那怎麼辦 那就是二萬多元一呎 再開死了 從人家給5% 600天之後就收到錢 這麽大的優惠 都乾了 整個市場都乾了 死了沒有 於是說很簡單 新世界買吧 遇壽 這個劉花通知書 申請了 然後推出來的 我給你 詳實說 你要計算一下 要推 六月是不是 我就等你 最便宜的 你新世界開多少 萬八 萬八賣不完 差了十多個% 賣不完 從事都賣不完 那怎麼辦 萬五六 萬五六有機會賣得到 賣不完 我不敢說 但是賣得到 萬五六就賣得到 但是到時長石會怎麼玩呢 你開萬五六他又開 他又可能開萬四五 然後就 給5% 哇 你整批貨就摘在這裏了 長石得精啊 所以他現在拿著深水炸彈等你啊 他看著你們吃 真是慘 真是很嚴重 長石特地產生 別叫人買了 有就放在這裏了 他整死了 原來這個價錢沒有人買 我真的不知道新世界他們一群人 怎麼開 怎麼開 人家兩萬元一尺左右 平均 最後有兩個塔定 那你又賣不完 有一大堆放在這裏 頂到你了 你開呀 讓你開呀 萬元一尺 神經病人 5%也沒有人要 萬八 萬八又不行啊 難道為了你這兩千元一尺 好 全都去了 你早點吧 你做不做5% 不做 不行啊 所以我不要猜錯 我現在猜的 劉鼎現在猜的 我說下半年他開 新世界 我猜15000-16000 15000-16000 我告訴你 有些人真的會 你又再想 如果 新世界他們談過了 真的不行了 要套遠了 要15000-16000 他們這樣 我們不做5% 當然啦 新世界做差嗎 他真的要討厭啦 他不做的 一定不做得15000-15000 好了 你這樣用低價 我問你 你是從事那批買了 我超過2萬 以上買的 糟糕呀 不見了4分之 多少 4分之1 是啊 很少人1那麼多 差不多15000-14000 超過4分之1 大佬 死了 大佬 怎麼搞啊 所以 下半年 一定很好看 新世界 他不可以 收幾% Deposit 等600天 笑死人 600天 死了 即使只要便宜 想着一乎 全都是 玩你 就差不多 5% 那我就不用賣了 他就說 你開得低 兼执 你開得低 你出現可以賣 他可能會再得到你一點 比是15000-16000 16000-16000 那樣 但是他5% 死不死 他可能會玩死 那就责了 是不是 他又死 我講 發生了什麼死 買了一批 500多個單位的單位 他們真死 到時撻又不是 不撻又不是 啊好慘啊 李嘉誠真是瘋狂的 這招真是瘋狂的 真是瘋狂的 但是我跟你們說 遊戲還沒玩完 為什麼 不要留意 我告訴你一些消息 當然啦 現在不是的 即是攤定後 整個過程不是 首先講講 不是李嘉誠的 誰的鏡 鄭志光的鏡 那當然啦 賣不到這個 可能即時就被老爸踢走了 神經病呀 真是會死人的啦 鄭志明快點吹蠟燭 很好笑 剛才還沒說完 整個遊戲還沒玩完 為什麼 因為還有第六期 真是不真啊 因為這個 黃宗坑 地鐵上街的遊戲很好玩呀 第五期 新世界領頭 新世界 拍攝了帝國 還有資本策略 還有勵新 勵新也是要拿錢的 現在很窮啊 慘啊 總共有1050個單位 大件事了 真是很嚴重 還有 第六期 我上次拍攝沒有拍攝過原來 1650個單位 可能是分了兩批 還有第六期 真是真是 第六期 你知不知道是誰 第六期是 迴德鋒呀 所以迴德鋒呀 現在可以賣 拍攝過原來的 拍攝過原來的 快點套現啦 因為這裡很糟糕 這個慘了 買到他第五期 第六期 新世界賣完之後第五期 第六期 之前還有那些啊 123期的 還有很多貨尾 賣不到啊 慘了 那些真是糟糕 我告訴你 是呀 有一期不知賣了 第二期好像是賣了幾個百分比 糟糕啦 那麼富貴呀 撐你的廢 第六期呀 有750個單位呀 匯德鋒呀 一間都頂了呀 你說 第五期 一千零的單位 都有幾個 有幾個 新世界呀 帝國呀 資本策略的勵生呀 幾個在那裡頂 哇 真可憐 新世界的牽頭 那麼就傷了 總共2700多個單位呀 誠哥現在拉著600多個單位 玩了你們呀 多棒呀 誠哥現在 就漏著 深水炸彈 先炸你這個新世界 好了 炸完之後又怎樣 勵生也炸了呀 勵生正呀 勵生可能有些好東西賣了 給阿成哥 不是怎樣 套演呀 大哥 好了 接著 隔山打牛 打你後面那個 匯德鋒 匯德鋒也要套演呀 但是他今年推不推到出來 不知道 明年還死 明年還死 明年都沒有了 明年你想呀 我也說了今年 去年就 二萬 二萬 二萬三 二萬三左右啦 他說沒有二萬三 二萬二千多 當作是二萬三 一手賣剩的 今年三萬多 三萬多倒在下面 明年也不用賣啦 浪費 你想呀 市場有三萬多的新盤 沒人住過的 每天都在計利息 神經病呀 所以現在每個人都看到 細單位可能有 細坑可能有 等政府 因為政府也慢 所以你說這些比較貴的 黃竹坑這些比較貴的 說了千多萬 千多萬 真是糟糕 嘩 真是很嚴重 你想呀 我和你計算一下 現在 拍訂這兩個單位 是1689.5萬 和1648.1萬的價格 那好吧 我當你原本買的時候 你是想著 1700萬左右啦 八成按揭啦 那你用八成按揭啦 那就是 你月供65,900元 即是你 你的收入 13萬8千元 你才有資格買這些樓 你想呀 一個人 或者是家人 你是有13萬 醫生那樣的了 差不多那些 普通醫生那樣的了 當然不是新出來的那些 那你才有資格去買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不笨得去哪 撻訂 我當你做個醫生來好嗎 喂 撻百二十幾萬訂 嘩 這個好過癮呀 不是很容易 我有很多朋友做醫生的嘛 你真是 發達嗎 大哥 真的很嚴重 所以你想一下 沒有人接這些樓盤 你可以看到 很嚴重 香港不是很多人 這些是中上階層的 如果不去的話 你做生意也糟糕啦 近年是不是呀 你又開餐廳呀什麼東西 你哪個老闆說 哎呀我現在賺很多錢呀 真是很嚴重 所以這一劑 他撻訂 是很重傷 不是只是成哥 成哥當他賣光了 只剩下六百多個單位 他用來做深水炸彈而已 但是跟著後面對 新世界呀 又或者匯德鋒等等 真是很傷 真是 不知道他怎麼賣 我看看其他的 Park Seasons 這個 在張金澳日出康城 之前賣過一大輪 日前已截實的 平均14488元 再推出138伙 接著就是 收了1500張票 就有10倍 但是沒什麼用呀 看看這個星期六 應該跟著這個星期六再賣 看看有多少人賣 就有2500人參觀 其實這些資料也沒有太大意義 但是 我相信他賣得到一些 已經沽了班 因為他現在有信心去開 扔了138 因為他三分一 四十幾個 是這個細單位 我之前說過 他主要就是細單位 他說客源以年輕人上車客為主 他都說清楚 但是有不少的投資客 有的 我想是有的 因為細 容易租出去 是真的 有些人如果想著 他都留在香港 就決定買 但是當然我認為他是蠢 因為為什麼 如果你住得那麼小的單位 其實你不如去等公屋 如果你的條件是合格的話 當然啦 如果你的條件不合格的話就沒得說 好了 條件不合格的話 你買居屋吧 居屋也應該可以吧 你沒有那麼優厚的條件 這個盤的面積是大約322呎到496呎 定價是516萬至834.4萬 赤價是1萬5800至1萬7100 扣除了12%的折扣 即是職工 折實價是454萬至734萬左右 折實價是14000至15000左右 首批的折實價平均赤價是14488 相對黃竹坑當然是便宜啦 折實價是超過2萬 超過2萬 這裏是14000而已 所以這裏是屬於上車款 入場單位就是最便宜的 就是EA座11樓E 11樓最便宜的 是不是有10層8層的停車場 折實價售價是454.1萬 折實車價是14102元 即是職工是14000 定價最高就是 EA座35樓B室 最美麗的景色 面積是496呎 折實價是734.3萬 這批全部都是小單位 最大都是490多呎 折實價是14800多 所以他希望留下這些 相對小的 但他也不敢 這批全部都是賣不完 你看看賣100多個 我想他也沒有信心 另外是Seasons Place 收票理想 這個 Park Seasons Seasons Place之前賣了 接著他又再賣了7個 其中包括3個高層3房 一伙連平台特色戶 一伙兩房開放 式的廚房 還有一組買家是 連購兩伙 一伙單位 有的 有些人買來租給人 總共他現在就賣了565伙 他就認為是他推出的87% 套現36億 那麽 我想匯德峰就盡量在這堆盤上盡量 因為他 王竹坑那裏 會很大件事 值得大家留意 Monaco Marine 他推出這個 租轉買 升級置業現金回陣 很奇怪的名字 古靈驚奇的 指定的單位可以享受6%的優惠 為期一個月 該盤就是連續賣了兩個 推出來的 其實是1B座28樓 F室 面積435呎 以及屬於兩房的開放式廚房 兩房的開放式廚房 真是奇怪 1096.2萬成交 赤格大約25200 這個看到了什麽情況 現在大家都很肯定的 100%所有的匯德峰 大家看到 不對勁 市場真的停了 不要搞了 即是賣不了 我剛才說錯了 是一手或是二手 你賣不了 即是賣不了樓 那怎麽搞呢 唯有 轉模式 他又有什麽租轉賣 其實實際上 便宜一點給你 便宜了6% 於是乎又引到一些人 賣一兩間 所以現在 陸陸續續 其實就是 你們知不知道 其實發生什麽事 為什麽要這樣搞出 讓大家去想 給幾秒 喝完淡茶 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所有的地產商 以及所有的中介 現在很恐懼 一個字 就叫跌 不能夠說跌這個字 於是 他叫做推 6%的優惠 看到嗎 因為這些樓已經推出來了嘛 現在你不便宜 賣不了 但是如果你便宜一點 那就是跌 你明白嗎 於是說不是跌 是推出了優惠 你明白嗎 我去租轉 賣 你弄很多名銜 實際上 就是現金回贈 即是減價 即是樓市跌 你明白嗎 那麼 其實之前買的 就怕了價 明白嗎 但是跌6% 賣了兩價 知道了 即是市跌了多少 10%左右 這個是真的 但是不代表賣到 是跌了 因為根本 有很多人不看好 你現在跌10%而已 你後面還跌嘛 我現在買 你現在會不會 哇 跌10%好啊 衝過去買 有些傻人去買的 但是實際上 大部分的人清楚 即是買的 即是新移民 拿著高材 高材通 香港人自己很聰明 知道 這個絕對 不是樓市的 應該 下跌的位置 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 大家翹著雙手 劉定堅說 等下先啦 等下 等下就可能會有更好的 樓底就越樓越底 下次再低一點 就這樣了 所以呢 但是這些地產商又不能夠 不做事的嘛 於是 就教了這個機會 租轉買 升級借業 現金回增 其實你前面那些不用看的了 只是看最後那四個字 現金回增 所謂現金回增 你給我一千萬 我回增 100萬給你 又說髒話 九成啦 即是九折 但是 不能夠 九折的話 跌了10% 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 我們回增 回增6% 給你 即是跌了6% 如果你給5% 就好像 Blue Coast 那就玩完啦 之前的那些 就這樣 整個市場現在就是這樣 但是 你騙著我 我騙著你 騙著全世界 大家當 聽不到 好不好 沒有跌到 現在是回增 哈哈哈 很好笑呀 即是你那一句話說的是什麼 掩耳盜靈呀 好耶 好耶 李嘉誠 新世界呀 新鴻基呀 恆基呀 現在大家帶領匯德鋒 掩耳盜靈 好好玩 大家盡總之 沒跌沒跌 現在是匯德鋒 正不正呢 好開心呀 你看 這一班這樣的地產商 和地產代理 在那裏作白癡的東西 好好笑呀 即是 大家一起在那裏做小丑 整班人在那裏做小丑 就為了 欺騙 市民 去 摺一些 跌下來的刀 每個人一摺就戒損了手 每個人都是這樣 然後還有什麼 我 anthony 把刀子拉起 來 大根 你真的不斷流血啦 因為為什麼 他還會再跪 所以你的手一直流血 好笑呀 我跟你說 我自己的份量 樓市看到 這個情況就是 那個故事 这班地产商和那班地产经纪和传统媒体 一路在那里作故事怎样可以避开了 不要说跌了 好笑 其实是跌了 以前是说跌了 现在不行 如果说跌的话 他们害怕 连政府都不想你说 不要说真事 说第二 我告诉你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 国内就开始了 怎样开始了 就是 何蟹 何蟹 不能够用另一个词来代替他 国内现在香港 学足了他 不要说跌 说回赠 现金回赠 白癡 我告诉你 所有的地产商和地产经纪 传统传媒是演员 很棒 大家都在这装扮作 我们现金回赠 我们会跌得好 很好笑 切辣了之后 流市 你所谓是旺的 虚伙来的 其实都没有旺 你卖多了 因为有帮蠢人 冲了出来 就说切辣了 听完这些东西 其实他们不是香港人 傻子 当然有些 很冲动的 年轻人买了 珠柱的东西 这帮大学 输得 明年是这个时间 哭得不成功 好了 看看中原领先指导 报二手楼 报144点 88点 那么 二手楼的指数 其实按照下跌了1.5% 连续升了三个星期之后 跌了 正 那么 正处于是7年的低位 属于2017年1月以来最低的水平 那时的水平 17年回到17年的水平 只是指数而已 中原还在 玩这些数字 交2021年8月的历史高位 跌了24.28% 死了 真棒 跌了20多% 21年到现在是3年 3年跌了 24.28% 为什么不可以虧买 要卖就虧卖 卖到而已 但是看着大型单位的 完全不同 大型单位的指数按照跌幅 达到1.59% 比其他人多 1.59% 所以越大单位 越死 好了 中小型单位 就 同期下跌了1.48% 小一点 而呢 小型单位是1.22% 所以越小的单位越少 因为那个 需求越大 但是 大单位 就跌升 你看到刚才那些三方没人敢接 好了 分区方面 四个区的价格 形成了三跌一升的状态 新界西 就报133.29% 就 按照跌了1.86% 最显著 跌得最急 新界 小 九龙就连跌两个星期 跌了1.68% 其实九龙真的没卖了 你能看得到 你能看得到这么多楼 哎呀我不知道 好像不太明白 很简单 看不到 港岛区同期回落了0.97% 算是跌得少了 145.69% 就回到2016年 九月初 初 16年了 大佬 八年前了 差不多 死得了 新界东就按周跌0.1% 升0.1% 即是新界东 可能 没什么 人 订款出来 业主加快逃生 南丑屋苑特色单位 都要涉卖 很多都是这样 将军澳新都成年天台造价 不足三年 跌了16% 很多都是跌跌跌跌跌 真是用了有减价 不停說很快啊 但其實是減價賣 減價賣就是全線下跌 所以二手賣就要下跌 還更加 新樓用了減價的稱號 代表 不是樓師的 沒有說下跌 因為是新推出的 之前沒有價格 不能對比 為什麼說我下跌 給周圍的東西 大家是便宜多少 我們是優惠 我們是優惠的 大家 已經變成了共產 香港 共產香港 是用這些詞回答 我是很贊成的 那些傻子跑到一十樓都被人劏 沒有辦法 人蠢要付出代價 沒什麼藥意的 算吧 恐怕樓價仍未見底 所以特色單位一般來說 都要選手爛腳 因為特色單位沒有人買 新都城 一期的 洩漾單位 一期的頂樓兩房的單位 實用面積是364方尺 另外 有272 呎的天台 叫價620元之後 傾到616萬 赤價到16923元 一呎 原業子2021年 這個開始跌了 736萬 賬面蝕了120萬 哇 新都城都一樣 輸120萬 好痛啊 大哥 張君澳 新都城 要不要輸 應該是 哇 輸到死了 好了 接著 青龍頭 這個 豪景花園 三座低層衣室兩房戶 實用面積364呎 叫價308萬 放盤一天就已經有外區的客人 想車客要300萬買入 車價是8200多 8200多是便宜的 老實 但是當然啦 豪景 豪景這些五方是好東西來的 原業主2017年 用355萬買入 7年 賬面都輸了15.5% 7年都要輸 好了 第3個是元朗的 4月6 只有36宗 二手 賣賣 按月率減少50% 即是說 越賣越少了 為什麼人家 不肯斬價 即是看到 好像賣得好啊 新樓 其實 他不懂得分析 所以 你就賣少了單位 結果你又要再減多一點 你才有運去跟你賣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其中洪水橋上乘二座 低層 D 兩房湖 實用面積522方尺 叫價510萬 減了12% 用450萬賣出 尺價是8621元 6年虧了88萬 16.4% 第4個 大埔白石 國 其實我也登記不了那麼多 拿一些特別的和大家談 意期 白石國雲匯 白石國雲匯 第2期 10座 中層 B31 房湖 實用面積是338尺 反價了2萬元 542萬 逆手 尺價是16000 較6年前 他買入 就輸了 超過100萬 每年都輸了10多萬 好了 二手 你看到洩漾後 另外有個很嚴重的問題 剛才說了二手樓的樓價 就一直跌了 其實二手樓的 看樓量 都少了 這個是嚴重的問題 即是看樓也沒有人看 你沒有人看的時候當然沒有人買 所以整個市場看到 是急跌 因為為什麼 殺了一輪 你殺了一輪 停 其他人要勾一下 看清楚 沒有那麼快賣 所以 4月 跟這個5月 所以為什麼5月 5月就倒下了 你看看 4月 全香港50指標的屋苑 在星期六、星期日兩天 總共有1235早的約 看樓 按週下載了6.4% 連續 跌了兩個星期 6個星期之後最低 你想想 即是 設立之後 看樓的人 越來越少 你想想 看樓的人越來越少 買樓的人越來越少 所以未來的時間 就不用看了 樓價一定跌 這個就是個 問題所在 其實正在跌 不過就是 特惠 回贈現金給你 漂亮 可能賣二手樓也有 我回贈現金給他 我不是跌 白痴癡 元朗 朗匯兩成匯 一座低層A室 實用面積578呎 大二房間格 東南來源景 價價750萬 最後720萬 減30萬 30萬就賣到OK啦 2呎價12000多元 是區內的買家 年輕男女 OK啦 你上車盤 70萬多元上車盤 不錯 他看到 設立之後 哇 賣得很好呀 元鐵盤 你真是錯過了 被地產經紀騙死你 原業主 19年4月 以830萬買入 似乎5年輸了 100萬 我們看這些輸出 都超過百萬 貶值了13% 19年 19年 這些人衝擊之後賣 19年COVID COVID 還不是很棒 COVID 的時候 衝出去 上次說 2003的時候 你不買 你錯了 COVID 好買啦 19年就衝出去買 死得了 輸了100多萬 180萬 行不行 那麼 信 信就死了 我告訴你 上次沒有啦 沙屎沒有買 我們這次不能夠錯過了 你沒有錯過 不過我輸了100多萬 元朗世袖 錄得4宗的成交 就算是 這一區最多的 但是 這些年期短的都要輸 其中賣4家有2家要蝕樣 蝕樣的比例是50% 細袖2座2座高層H室 壽面積是428尺 兩房間隔 原價是 開價622萬 減10萬 612萬 沽出了 尺價是14,299 9月 2021年 7月 用760萬買回來 差了不夠3年 輸了148萬 糟糕 這些也是2021年 不就行了 過了 那裏又糟糕 糟糕 輸到媽媽不認得 通過慣之後 沒有大陸人來炒樓的 大陸人都死了 經濟買叉 所以 看清楚 沒有了 通過國安法 還不跌到媽媽不認得 越是跌 你們留意香港的樓越是跌 越多人蝕樣 氣氛越來越逆轉 4月肯定會一直跌下去 其實現在跌了 新樓也會不停地跌 新樓跌價 於是乎 二手樓便會跌 二手樓便會跌 蝕樣 你不覺得 真的跌了 但那些是不是的 二手樓有些很早買的 那你不就沒有蝕樣 但是有些 10年之內買的蝕樣 不停地跌 現在又再跌了 又多一些 又浪低一些 又多一些人蝕樣 後面也是這樣 所以 永遠搞不定 一直跌下去 切瓣就沒有招 今年就估計 我估計 跌兩成左右 最簡單的關鍵是 未見到跌 跌了兩成也不是跌 另外大家要留意一下 星期五 你見到股市跌 不要說美股 當然 當然 又打了 以色列打完 巴勒斯坦 現在 又來了伊朗 這真是金 這真是金 美國出了一些戰機 去射 遙控機 以色列一定是報復的 而且100%用斬首的形式 這真是大件事 因為 你斬首已經斬了很多軍事 大佬 再斬 會不會斬 那些 宗教領袖呢 可能會 這真是嚴重 我告訴你 甚至是斬你的總統 你這樣就是開仗的 打正式的 上戰機來打 所以 美國的戰機在中間難戰 那又如何 那就很嚴重了 即是你今次 你這樣打以色列 以色列一定要報復的 不就是有空讓你炸一下 傻的嗎 有一大堆 蟻多撩死象的 以色列一打 我跟你說 唉 所以無論是金假日白行標了 我猜 你小心星期一 有機會 下個禮拜 未必是星期日 我猜 穿萬六點 你看 小心 真的 一扣一扣 美股肯定跌了 但是 這個行指我估計星期一一早早開 你看有沒有機會 跌 跌跌跌穿萬六點 小心點 這個 不要想著 就是 這個沒有人猜得到的 因為伊朗 跟以色列 究竟搞得多大 因為你是 沒有結果 不知道會怎樣 以色列一定報復的 究竟這一場仗會變成怎樣 沒有人知道 再加上聯儲局沒有 就是減息 兩樣東西搞在一起 搞不動 我跟你說 一定 會震撼 我怕這一次 震撼了那個雙月樓 這樣就糟糕了 小心點 現在真的沒有持股票 當然樓也沒有 有些人所以說 問我 要不應該買 神祖賣啦 大佬 我不會拿到現在 老實 樓市肯定又插 希望你沒有 影響 祝大家好運 好 就是這樣 記得點贊 Subscribe 多謝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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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